那我肯定要出急跑秩序的 我要转线 两个法师 没有辅助他们他们家没有辅助的 首先给我来一炮学二技能卢吧 等着被我一二的打吗兄弟 白起白起 没事你真帅 先打小野怪 先夸白起一下啊 待会好要红啊 现在我不好意思拿说实话 一红我怎么好意思拿呢真的是 只不过他应该升到4G了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越他给他嘎了好吧 直接上吧白起 不要犹豫了直接上冲上去 我 1364对面是1379竟然有一个人经济比我还高 我还对你 所以我们说我这次是一个人经济比我还不得了 是啊 还信你能让我一个蓝吗还信 开始撤退 快走 对面蓝刷新了 请求集合 我很想过去看一眼来兄弟们我我我往这边靠一下 我只想要还信的了啊 其他人的蓝无所谓我只想要这个还信的了 我走了你别再难过 别着急别着急 先别慌手别抖跟着我的感觉走好吧 请求集合 我拿一个蓝吧 小明小明卖就卖了 咱们现在不能掉点呀 对面雕肠很猛的 我看见对面雕肠贴我脸 我就得逃跑 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再不跑就都跑不掉去了 别着急问题不大兄弟 生死有命 问题不大 我救命救命救命哥们救命救命 你死 韩信你给我等着 你完蛋了这一把 我家是国库白起 他历史最高一万分 你这鲁班都懵了是吗 给我控他呀 给我控他对 直接给我沉默 干他 就跟着我的感觉走就完事了兄弟 无尽直接说 一下普攻 一下普攻 暴击减速 你跳 来再跳一下 再跳一下 兄弟啊 别这么搞我 还要追我吗 你这韩信 你给我等着 你这韩信 待会有你求我的时候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我要拿一个了 这篮我直接收了 好吧 这白起极其嚣张 看来 只能是我出手了兄弟们 不会把我家红也一并给反了吧 这波兵线 这波兵线很值钱的 四千对面是三千鸡 来给我留住他 直接留住他 皮二两 拿下 先往后测一下 别着急 他跳一下 我点一下 让他跳一下 我点一下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有点危险啊 怎么说 说实话 对面对面这一把压力 直接给到我了 我也是无虞了 好吧 暴击减速 不行不行 现在还没有打出减速效果 因为我们的无击还没做出来 我们的暴击率不是很高 打不到 打不到渐渐 50的暴击率 50的减速效果 不是吧 哥们不是吧 看来我只能是直接上破晓了 继续装呀 怎么不装了 别着急 我在等江子牙 你在等什么 我在等江子牙的风神之力 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 只要是把这个风神之力给到我 那对面 直接就会从顺风变成逆风 心别黄手别动 跟着我的感觉走好吧 来这边 上路上路又没了 这么难受的吗 这一把 那我们拆下路他 总要有一条路能打出优势了 这条路直接拆上路 这把我就不出过度装了 这把直接让对面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加罗的极限 好吧 这把直接让对面感受一下加罗的极限 稳住 中路兵线 中路兵线 你们能守住塔吗 哥们 你们如果连塔都守不住 我也没办法了 好吧 我也很难受的 兄弟 哇 这增伤 这增伤谁顶得住啊 往上路转 下路有兵线的 又到了紧张刺激的逆风 首家环节 闪现 所以把游戏已经过去九分钟了 我想再杀两个 说实话这两个都挺费劲的 这两个都费老大劲才杀的 稳住别花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完了 完了 要跳我 赵海星 赵海星 要跳我 直接给我掉 关闭大刀 关闭大刀 掉 我这都不掉的兄弟 哎哎哥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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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别着急 来吧 江子压 风神之力已经好了 直接给我就行 这边花木 来 我先吃冰线 经济没起来 在我经济没有起来之前 整个黑切 直接上极限装备了 这一把 这把直接奔着急切装备走 好吧 不拖不拖 不 待会不不换了 直接直接就成形犯了 三件一个 没事没事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让对面感受一下什么叫做 高爆发加罗顺苗加罗 黏住了掉 我的发力气已经到了 被抢了没关系 你强热你强 我的发力气已经到了 好吧 接下来这把游戏 我来主战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三件直接秒 你还在跳 五冰线拆塔 直接拆 走吧 测一波 我去把红收一下 黑切做出来 直接上破军 8-4-9 这就是加罗的极限伤害 兄弟 极限伤害 13分钟 暴击率可以高达2697 吓我一跳 该说不说对面还是猛啊 兄弟们 直接放到下路 我们绕一下 他这边可能要打 直接给我揍他 一下两下三下 直接秒 没秒掉 现在三件一个脆皮 四件一个坦克 没有人能扛得住我五件 封神之力直接给我 我要把他们给打爆 我等半天就是为了等江子亚的封神之力 只要让我拿到了这个封神之力 那对面 那对面 这把游戏直接没了 我说的 123 直接秒 我的装备也成神了 好吧 直接给我 秒 谁能扛得住我五件 家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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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吗 家没了 哥们 家没了 你这韩信跟前妻不太一样啊 前妻不是那么猛吗 怎么现在只会偷塔了 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正面跟我打 来往这边来 这边有个貂蝉 看花木兰的位置 12345 直接秒 让他们去首家 我们直接压中路 直接秒了 就不要 不要跟他讲那么多 最后一件装备 直接上一个宗师之力 预选复活奖 卖宗师 一件 一件定乾坤 打他一件就够了 不需要我出第二件 兄弟 16钢4 18分钟 咱们从 从几 从2钢4打成16钢4 这 就是一个质的改变 既然对面想抢 那你就来抢吧 兄弟 那你来抢 一件定乾坤 一件送绝望 三千 四千二 还有 还能再高吗 兄弟 还能再高吗 四千二的暴击 少看 除了移速有点慢之外 我想拿个红 可能这个红不拿 我黏不住对面 家要没 这还新去偷家了 看一下 能不能行 他们能守得住 我们不用回去 准备开轮王了 19分钟 再等30秒钟 把线带过去 咱们准备开轮王 一件够了 还有方式可以提升 我们的伤害吗 应该是没有了 兄弟们 现在已经20分钟了 再把前期有点压力 再把前期压力很大 给他留一个 叫大哥 叫大哥给你们机会 不叫大哥 直接一波了 好 没想到对面这么硬 没想到对面竟然竟然这么硬 兄弟 先打花木兰 先把这花木兰给我秒了 两件一个 这我完全就跟就跟切西瓜一样 好吧 这打对面就跟切西瓜一样 来 来 留一个给他 给他留一个 给他留一个 我给你机会 你敢手吗 你敢手吗 因为他们已经 因为他们不敢想象能被我翻盘 小米 小米 小米小米 你再做两件法术装备 再做两件法术装备 我的伤害可能还差一点 这还信小出去 我肯定不能让你出去 走走走放出来放出来 给他们一个缓冲的机会 小米搞两本大书 对 他正在搞吧 小米现在已经搞出来一本了 我现在的我现在的极限伤害是多少 4000吗 不会是4000吧 我现在的极限伤害是41004 但是但是这个小米 如果说再出两件大书的话 我的伤害可能会达到4500 甚至5000 兄弟们 主要我们的封神之力 我们现在的等级才21级 如果等级高一点的话 直接拉到5000伤害了 追不上 但是没关系 我不需要追的那么是 我只需要略微出手 哇 哇 真的凶 开龙开龙龙龙刷新了 咱们直接开就行 我们直接开龙 让他们手就行 咱们直接开龙 对面韩星应该是不敢过来 他敢过来我两件给他秒了 一件定乾坤两件送绝望好吧 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做高爆发的加罗 很多人都觉得咱们这个英雄就是一个消耗类型的英雄 他根本秒不掉人 但是没关系 这一把我会让他对加罗有一点改变的想法 我让他对加罗这个英雄 有很大的改变 后期减速10几秒 三几两个人 下落下落下落韩信 韩信应该是打不出什么伤害的 咱们应该是能打出5000的暴击伤害 差不多一件一个小朋友 一件一个小朋友 应该是要结束了吧 就这嘛兄弟就这嘛 就这技术可不行啊 就这技术就别学人家前妻打那么猛了好吧 我觉得对面人都麻了 他们以为我是醉菜的 前妻一直恶心我 他们觉得我是我们家醉菜的 没想到啊 万万没想到啊 二杠四之后就是三十二杠四 三二一复活 直接沉默 一件普攻掉 那咱们直接一波吧 直接一波吧 一下普攻 两下普攻 哇 这跟切西瓜一样 兄弟们 二十六分钟 全部人都六神装 两件一个 这不跟切西瓜一样吗 直接拿下